这个地方是辽宁水中 东北小三层 一个废弃的农家 院子里面栽埋了荒草 这个院子还不小 院子的这一侧是牛圈 羊圈 猪圈 这个是猪圈 当年这样的猪圈可以养不少猪了 这个是鸡笼子 这次有个地窖 地窖可以藏苹果梨 这个地方剩菜苹果梨 像这样的窖里面 苹果可以充到四五一份 藤条变的框是藏苹果梨的 这次里有口大核桃树 还有桃树 结了不少桃子 紧挨着房子墙的这些树是它自己长出来的 这房子又十多年没有住人了 门口这个是樱桃 樱桃熟了也没人吃 我刚才尝了一点 这樱桃味道还不错 房子边上有口大槐树 滋凡一茂 这是一口水井 这样的农家房是八十年代盖的 墙是用红枣跟石头垒起来的 这样的房子很坚固 房子的后院 这片地也不小 可以种种菜 有的人家搬出来这个小三层 有的人家还留守着在种地 种苹果 养猪养鸡 这个是苹果树 满山都是苹果园 这是一棵大枫树 秋天的时候树一红了就更好看 谢谢大家